接下来这位嘉宾老师说 他想跟孟玲老师拍个照 说他也特喜欢孟玲老师 他说想要您给介绍一下 孟老师那咱就猜猜咱们下面嘉宾 看见我他肯定是好久不见了 因为平常很少见面 一定是这样 我也是 第一个问题吧 您是一位女士吗 你要三个都是女的也不合适吧 女士 第二个问题 您也是一位老师吗 不是你今天是 问题是你在家列好的是吗 挺有名气的歌唱家 还挺还跟你开玩笑 你看到了吧 应该跟你很熟 第三个问题 您和我曾经是一个单位的 不是 我很高兴 现在亲爱的王洪伟同学 已经蒙圈了 您的年龄 今年有五十岁吗 您有五十 不是您这话问的 我都不好意思 我要是他 我帮你去看一眼 我都不知道是谁 我都忘了 我帮你从门份里看一眼 听你年龄十八 但是我看见他唱歌的时候 大多数的时候都是通俗 王老师又开始挖坑了 你到底跟他关系熟吗 我看一般呢 一般一般 我跟你说 他都不带我玩 你看 他要是这样的话 你一会儿就给他唱一段欲卷 真实的是吧 现在就唱一段我听听 三两个在学校 张张三年 相处之中 不话不谈 梦老师 您说谁唱的好吧 太宏伟了 梦老师讲话 太甜了 好吧 最后一个问题 李丹阳老师 你确认吗 你可以最后一个问题不问了 李丹阳 确认是吧 一号房间中 到底是不是歌唱家 李丹阳老师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 一号房间 你看 谁来了 答错了 你看 掌声有请 黄老师 我就说你把我带中里的吧 我说黄老师会来 他害我 黄老师对不起你了 博淑珍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声乐教育家 今日作为惊喜嘉宾 现身舞台 师徒三代同台 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这个 你这个 你看这边小这边大 知道吗 先要过来一点 知道吗 哎呀 哎呀 对这样 就行了 哎呀这个 哦 拿出来 拿出来 你啥也就往这一塞就就 别想得拿流出尖来 你看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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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没有 把这尖留在外头 哦 这样 对对 你刚才 刚才我以为你装个塑料袋呢 这样 对 看看 看看 哎呀 看看 看看 哎呀 看看 谢谢郭老师 郭老师 您坐 我坐 啊 郭老师对你太好了 是 自己的徒孙嘛 徒孙 对 徒孙这是是吧 徒孙 是 这是我 一直以来的一个梦 嗯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天 你们三代是吧 坐在一起 嗯 就是 宏伟 这么多年 我跟他认识呢 他真的低调到 不太愿意 就是在电视里边 过多的宣传自己 但是我就想着 如果有一天 他的老师 和他的老师的老师 能坐在一起 这是我的一个梦 嗯 就是实现了 郭老师 您这一年身体挺好吧 嗯 还不错 那个您给他教过吗 宏伟 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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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觉得这孩子怎么样啊 这个人啊 嗯 这个人是 挺少见 嗯 聪明 嗯 我见他的时候 他还很小 嗯 刚看他 他唱那个名歌嘛 嗯 我一听他给我的印象 非常聪明 第一个 第二个分有灵气 嗯 然后呢 就是有条件唱 这样 很好的印象 嗯 非常好的印象 他去看过您吗 看过 特别是刚开始他上学是 他念研究生的时候 嗯 特别是 那时候我还给他上课 另外他每次考试的时候 他都让我去 我就把郭先生请来 对 嗯 嗯 在学校的研究生的毕业运会 郭先生都来 我的每一部歌剧 先生都来看 去看 嗯 嗯 是吗 嗯 黄黄都要请郭先生 最后一部戏是《长征》 《长征》 《长征》 我看过 嗯 他演的怎么样啊歌剧 会演戏 哦 还会演戏 会演戏 对 天哪 就个儿小点 哎 但是呢 就演个小孩 挺好 真好 整合适 《长征》里面 我就演一个 16岁的红军战士 每一段看来 郭先生都是见证了的 还有个很难得的 就是啊 他那时候 我就 我就很吃惊 他就 也喜欢唱 那个外国歌剧里头的 那个 永叹调 永叹调 他会唱 哎 我觉得这人很聪明的 嗯 很聪明 而且他 他唱的 他本来是唱名歌嘛 哎 但是他呢 唱起来的嗓子 也能适应那个 嗯 我就觉得很灵 就是这个人 这个会 前头会有 很好的发展 嗯 孟林老师 当年您拜郭先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 郭先生对您怎么样啊 好啊 嗯 我那时候才十几岁 比他们还小 嗯 于先生我就说 说 问了我 问了说 那个 你觉得你唱的怎么样 嗯 我说还 不错 他说你是最好 不是问我 我是问我是不是最好 我说我要是最好 我就坐到您那儿去了 那郭先生看 郭先生 这孩子挺睿智的 回答问题 嗯 反正我就是在 郭先生那儿比较 因为我第一个 郭先生第一个学生 就是我 对我特别好 哦 全家都对我特别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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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